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监控中看不清这辆轿车的号牌 一分三十八秒后 从车的后门走下来一名身穿条纹上衣的男青年 他跟车里的人说了什么 随后四处张网 没多久 那名红衣女子也打开车门 慢下车 车下的男青年随即上前 把她推上车 并强行关上车门 示意司机开车 19点26分08秒 这辆红色轿车离开了酒店 男青年也随即走出了酒店的监控范围 视频监控拍到的画面就是一起刑事案件的开端 这名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她跟车里的人是什么关系 她为什么会被强行带走 又会被带到哪儿去呢 大约四十分钟后 这名红衣女子的丈夫张鹏 来到了徐昌市五一路排出所报警 失踪的女子叫张亚 案发时是晚上的七点二十分左右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她会去哪儿呢 就在张鹏四处寻找张亚的时候 她的电话响了 她说 我现在已经出去藏了 我现在已经出去藏了 她说 你不给欠吧 然后电话挂了 就这时间就挂了 接到妻子的这个电话 张鹏感到十分疑惑 为什么妻子突然要让她准备钱呢 又为什么说她已经离开了许刹呢 而且电话里还有妻子哭的声音 张鹏意识到事情严重 赶紧把电话拨了过去 打电话 我们里提一个什么里提 就在张鹏交集地联系妻子的时候 他的手机第二次响了 这次还是妻子的号码 说话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 她是说明天上楼 最少想要搭两晚 最少搭两晚 我问了些 我说我的钱还要去捡 我跑空着给捡 请起来给捡 她说我不管 咱们这些是两晚 张鹏仔细回忆了一下电话里那名男子的声音 并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人 而且电话里妻子也没说跟什么人在一起 她一下子意识到 妻子张牙很可能遭人绑架了 于是赶紧来附近的派出所报了警 因为她侵害的对象 是女性 说一说 她有可能有其他一些 这个链索的一些犯罪 随时可能都威胁到 人体里的安全 警察随即调取了张牙的护体资料 详细了解了她的体望特征 就在民警详细询问张鹏 当晚的情况的时候 她的电话第三次响了 为什么不到一个小时 嫌疑人索要的赎金就涨到了三万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绑架案呢 案件的走向变得难以把握 事发当天 张牙和丈夫刚刚开好房间 她就接到了电话 随后上了那辆红色轿车 这说明嫌疑人对张牙的行动 非常了解 那么会不会有人 在宾馆里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如果真的是这样 酒店里会不会找到什么线索呢 酒店的监控录像确实记录下了张鹏和妻子张牙 开房时的画面 但是警方经过仔细研究判定 酒店内并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活动 那么是谁会知道张牙的行动轨迹呢 这个时候张牙走出酒店的一个细节 引起了侦察员的高度重视 当时因为这个被害人 离开宾馆的时候 接到一个电话走 这个打电话的人跟他一定有关系 上车之前接了个电话 但是他这个上车的时候来 没有接电话 这就进一步来证明 这个车上人肯定是他的认识 如果真的是熟人作案 那么最后一个打电话给张牙的人 就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他会是谁呢 又为什么会绑架张牙呢 侦察员随即调取了张牙的通话记录 这个受害人的 你看这要时间 这个上面比较可以 就是那个受害人那个失踪前后 打给受害人的一样 这个做通话事业 跟那个受害人失踪的事业 他就在那个受害人失踪的 那个失踪前后 就打来错误了几分钟 经过民警核实 这个神秘的号码 并没有登记机主的真实信息 而且张牙的丈夫张鹏 也不认识这个号码 就在这时 张鹏的手机第四次响了 显示的仍然是失踪的张牙的号码 我给你说 我一分钟 你俩哥 反正时候都要是什么意思 我得叫他来来去 你让我给他说两句 我要我打零件 我把你给他接到头了 在这次通话中 嫌疑人又将赎金提高到了3.5万元 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 专案组民警立即对嫌疑人和张鹏的通话 进行了技术分析 听了声音有点比较安静一些 来 张队 你听听 不想放眼 他应该把车停到附近那一条 是吧 对 床五角落去 停留那个车 车辆过来 对对 在安静一条 就在专案组的警察 分析嫌疑人藏匿环境的同时 另一组办案人员 围绕着那辆红色的三箱轿车展开了调查 经过辨认 张鹏说 他并没有见过这辆红色的轿车 也不认识车里走下来的青年男子 既然酒店的监控 无法判断车辆更多的信息 警察调取了当天晚上 许长市大大小小路口的监控录像 力求找出嫌疑车的去向 经过仔细的查找 警方在上百段监控录像中 终于发现了一辆可疑的红色胶车 这是距离案发宾馆三公里左右 一个路口拍到的画面 这辆红色轿车与涉案的车辆非常相似 通过和旁边的出租车对比可以看出 这辆车的车牌被故意的遮挡了 民警一时间得不到更多的车辆信息 只能分析车辆逃跑的方向 警察根据沿途的监控录像 分析嫌疑车辆逃跑的方向 但是那辆红色的轿车在即将驶出许昌市时 却神秘的在监控中消失了 究竟他去哪了呢 他是否能回来 是出去是临时出去 还是就出去了 因为往那个方向很多 湘城县 平顶山 南阳 都是走这个方向 红色轿车去向不明 案件侦破的关键线索中断 但是嫌疑人在电话中提到的一个细节 此时却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我这个人在半个小时就能给你 从到这个距离 和咱们先驱掌握的监控录像 是比较稳固的就是在湘城县 咱们的侦察目标 所定在湘城县 通过分析嫌疑人逃跑的路线 警方判断呢 这嫌疑人有可能是藏匿在湘城县一带 湘城县距离许昌市区呢 是30多公里 虽然它依然属于许昌市的管辖范围 但是在内里呢 可以通往南阳市和平顶山市 如果嫌疑人继续逃窜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会脱离许昌警方的控制范围 急速是实验啊 在实际中 围绕着先人 正在驾驶的方向 往西 往前一方向 突破的方向 在一路追踪下去 所以把一些 第二桌 由前进队长 在往下一方向追 好 大家分钟 好 就在侦察员分兵几路 全力搜寻那辆红色轿车的时候 嫌疑人第五次用张牙的手机打来了电话 你那恨不加钱抽起来 出龙我去哪里了啊 这倩子倒是痛了一点 那白年莫非给你取一方搭钱 弄的面都是你 都把相应当行 你把卡卡给 你到底咋弄了 你弄了 你弄了 你弄不来 弄不来 我都跟他去 咋弄了 我都被上去关了 他退给你咋弄去 都不知道 我都快死了 你知道吗 为了防止张牙受到更大的伤害 专案组决定 如果嫌疑人再打电话来 就先给他提供的账号里打一部分钱 一晃 张牙已经失踪13个多小时了 警方判断 他很可能遭到了侵犯 在市区的监控视频里 警方也找到了这辆红色的轿车 但是由于车牌被遮挡 无法确定车主的信息 而且这辆红色轿车一出市区 马上就失踪了 他到底会去哪呢 再有 就是那个最后打给张牙的神秘电话 机主身份不详 而且总是关机 这让侦察员觉得更加可疑 但是这条线索始终没有什么进展 现在唯一可以跟进的线索 就是嫌疑人呢 总是用张牙的手机给张鹏打电话 但每次通话时间都很短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呢 手机就被关掉 这案件侦破的僵局该如何突破呢 就在警方苦苦等待嫌疑人来电的时候 张鹏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嫌疑人发来了银行卡号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 警方没有一次汇入3.5万元 而是先给那个账号汇了2万元 同时他们查明 这张银行卡的持有人是王某 王某驾驻在平顶山市甲县 于是警方立即派人前去调查王某的行动 与此同时 专案组集中警力在香城县进行重点盘查 寻找那辆红色的轿车 就在警方往嫌疑人提供的账号里汇入2万元没多久 张鹏的电话第六次响起 也许是嫌疑人 急于拿到剩下的钱 很快一张张雅的照片就发到了张鹏的手机上 这是妻子失踪近16个小时后 张鹏第一次看到他的近况 看到妻子惊恐的表情 张鹏显得手足无措 警方也更加担心 而目前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快地把张牙解救出来 从拍摄的背景上 警方判断 这张照片是在车里拍摄的 这说明案发之后 嫌疑人很可能一直待在车里 这一线索 为缩小侦查范围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专案组决定 在香城县全力搜索 那辆红色的轿车 就在警方加紧盘查 过往的红色轿车之时 一起交通事故 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起交通事故 也记录下了红色轿车逃离现场的过程 这辆红色轿车与设案车辆非常奋合 这说明嫌疑人的确在香城县一带活动 于是警方在路口设卡盘查的同时 也曾派警力在香城县的大街小巷 寻找那辆红色轿车 下午3点20分左右 负责沿途搜寻的一组侦查员 首先发现了路口 路边发现点后侧车辆 船内情况还不太清楚 中式发现 在路边右侧的过院 有一个年轻人在消贬 就在侦察员把车子停在路边上前询问的时候 车下的那名男子拔腿就向旁边的过院逃去 侦察员老崔 拉开车门的时候 他看到了张牙 同时他也看到了 放在张牙脖子上的那把刀 一点点的把这个从车里的撑出来 还是一刀下的头发往后面 当个院把这个枪上当 这小伙当时很激动 当时他没有撒手的意思 咱们怕他再在路上拦截着某一辆车 再上车 这时候我发现的眼神有点动 不是很坚定 枪响后 嫌疑人扔下刀 转身就往果园里跑了 虽然警方成功抓获了 这边迟到的嫌疑人 解救了张牙 但另外一个嫌疑人 仍然在疯狂逃窜 最后他跑了 还是我感觉是跑得太计划了 他穿着皮鞋 我穿着运动鞋 他最后他皮鞋跑掉了 所以我就把一个人把他打 面对镜头 他为何振振有此 事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反抗 怎么办呢 刚才是反抗 刚才是我大尾 下来两把两个 保持通话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成功的将张牙解救 两名嫌疑人落网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细节 没有搞清楚 这两个嫌疑人 为什么要把张牙带走 那个最后一个 给张牙打电话的人 到底是谁 在张牙被带走的这个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看守所 记者采访到了涉案的嫌疑人 这名嫌疑人叫马良 他就是当天 跑掉了皮鞋的那名嫌疑人 之前你见不见过那女 没有 认识她吗 不认识 也不认识 不仅马良这样回答 另一名嫌疑人 王冠体 也不认识张牙 就是他在车上 用刀勒住了张牙的脖子 这事是 我怎么没有感觉 才是犯罪 如果他们不认识张牙 那么事发当天 给张牙打电话的人 又是谁 究竟谁在幕后 策划了这起案件呢 他和张牙 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周之后 另一名嫌疑人 王小蕾 迫于警方的压力 主动投案自首 他就是那天 给张牙打电话的人 没想到 王小蕾到案之后 居然是阵阵有词 他赠过钱 不接我电话的人 不见任人 赖刀账不给 说了几天话的人 到头上不换 不见一面 对不对 他又错 另外人 我为头他去要 当事人 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没有办法控制 那么张牙 怎么会欠王小蕾的钱呢 我整哪一个人 整他两万五千块钱 钱不少钱 嗯 就是 高级嘛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啥钱 杜博上这个 高约的 原来 张牙有赌博的习惯 今年年初 他赌博输了钱 就跟王小蕾 借了两万五千元 说好随后 还他三万五千元 可是随后 王小蕾几次 找张牙要钱 都没有成功 由于赌博是违法行为 因此赌博的债务 不受法律保护 于是王小蕾又找到了 马良和王冠体 想到用暴力手段 逼张牙还钱 碰巧 三月三十一日那天 张牙又想找人打牌 他在宾馆开好了房间 打电话给王小蕾 他本想让王小蕾 帮他约人打牌的 没想到 却被王小蕾他们 骗上了车 王小蕾下车后 张牙意识到自己有危险 也企图跳下车 却被王小蕾推上了车 随后 马良和王冠体 开车带着他离开了许长市区 在乡城县附近 开车游大 直到二十个小时后 他们被警方抓获 进行这个督宝里 获得过程中 他派成处理 咨询为其他些犯罪 他碎事可能会发生 一旦发生这些案件 相反射法里 及时报警 案发后 检查机关 以三人涉嫌非法拘禁罪 强制威胁侮辱妇女罪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好 今天我们请到 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屈心九教授 屈老师好 您看今天这件事 对方强行把人带走 是因为他欠他钱了 这种情况下 把人强行绑走 他跟普通的绑架案 有什么区别 这个案当中 就是一个赌债 所以欠别人赌债 按照法律规定 目前的司法事件当中 它就不再是一个绑架案 而转变成属于 对被害妇女人身的 也包括男性也可以 人身自由的一种侵害 所以现在是要以 非法拘禁 来处理 尽管他欠了赌债 那么任何人都不对 不能够对妇女的人身 采取行动 那么对公民的人身的 自由的限制剥夺 只有国家依照法律来进行 那么任何其他公民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父母对自己的孩子 都是没有权利 来剥夺这些自由的 虽然这起案件成功告破 相关的涉案人员 也在等待法律的严惩 但是从这件事当中 我们看到 张雅恰恰是因为赌博 才牵扯到这起案件当中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 在赌场上欠债 这场悲剧也不会发生 案件发生以后 许昌警方顺藤摸瓜 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打击赌博的 专项行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知识说法 感谢徐老师 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